来吧小丑 恶魔小丑 攀森 角月 对面这把爆发好高 这把来点不一样的 这把来个半柔小丑好了 对面这个阵容的话 点控爆发很高 出出说的话直接就暴毙了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可以插冲子 带个征服势 撑不着销手可以的 我以前给你们老早以前 玩了一把半柔的很恶心的 不过那年代玩日赢的 全程六打五知道吧 出说小丑有一点就是你的分身 对面都打不过你的分身 你知道吗 起来了 很容易一个打几个 前世你起来了 来来去都这几个 你但凡看个一整天 你就不会这么讲了 不过一整天 这个贝斯打不好就得多一点下 没事刚好可以抓中 等着塞拉斯倒车 直接帮他摄上 他急了 这翻车可能在前面 不过我们不怕了 没事我待会接着来帮他抓就好了 这脚越北闪了 他把线控回来就好了 再帮他抓一下不让他对线没法玩了 他跟他亏兵了 对这个线很好 只要把线控回来这脚越就死了 他还有个点蓝在的 给他注意没关系了 这波是必须得帮他了 你不帮他他就没法对线 他可能会闪现W他我蹲一下 你别卖我呀兄弟 就W你别怕呀 他刚才不怂子翻车死了 他刚才不怂子翻车死了 直接出半肉的话就出战斧带一套了 这版本有很多英雄有个毛病 就只能抓人就是因为提阿玛特 不过有战斧这东西可以替代一下 我马上到六了 待会中路三打二随便打的 不出木论 这把出木论死 不要走出这把走出死太快了 这边全是点控加伤害 前面讲了 阵容不一样 我们打法也不一样知道吧 这打法出装是根据阵容来变化的 我们这打法又可以有很多套 中路要卡六了 他可以等一下我 这塞拉斯不等我他要死 买战斧刷也快 其实半肉出装比输出装刷也快很多的 别怕别怕 这只要卡六杀他 没事吃他Q 你走你走 W呢 这先给他拉回来吧 你还打我呀 你妈的吓死爷了 差点快死了 好狠的鳄鱼 不知道胖子在哪 不要出去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塞拉斯虽然线上烈石 但是他会配合 对面配合也挺好 所以这种路还是可以抓的 你不抓他的话 这个角落 待会线上把他打爆了 他就来恶心你了 这兄弟卖的太狠了 我怕他直接被秒了 他做烟了没有用 烙一下就好了 哇真烟 那就不用抓了 这角落不会打 除非这个攀升过来 可以反读一下 这攀升应该会跳大 这个线的话 或者跳下 下路别压线 下路压线 我就不知道他抓哪路了 最多只能有一路压线 他要抓下路去了 我去下 没有啊 攀升在上 哇这是我没想到的 中下压线你好家伙 你去上路啊 牛死你了 高手这攀升 我完全猜不透他在干嘛 你们知道吗 这不是高手是什么 不过他确实抓上路好养 竹子两个点控太好打了 走 走 这还是好玩 攀升打野厉害嘛 攀升打野不厉害 但是恶心 让这个分身黏住 他真身就不要去了 最后一个飞刀把它收掉 碰到会玩的队友 跟会玩的打野 攀升打野的话 作用就不是很厉害了 他主要是恶心的 他硬抓你一路很好抓爆你 只要他有个W稳定的点控加缠攻 他只要控制打你一套 把你打半血 他队友就可以把你收掉了知道吗 这角约拆得很快的 这角约拆得很快的 我都快拆完了 角约拆塔太快了 比这个先锋给力多了 可以把我盖子力套 那他可以把他帮助多了 不是 我了解 二十八的血存 这下火炮的话 直接卸不了 这样子 这骆驶有闪 我直接闪现拽鳄鱼 没拽到 很尴尬 这个上路人有点问题 抓中吧 主要是中路死了 这医学塔就没了 他不能呢 他肯定是下午 我不是细节故意 我是否我能反应慢 这个点打得有点久 不打了不打了 脚跃待会要过来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感觉所有战士好像都可以这套出砖 战斧 血手 死武 或者 石像鬼绑甲 把龙都没拿吗 对面也没拿 在我眼里 船长他不属于战士类型 刚出来的时候 他那个伤害 他明显 他就是 AD型法师吧 丢筒子 我觉得船长不太适合出战士 但是现在 砍得太厉害了 没办法 只能出半周装备了 以前都在走纯输输输的 他能溜的好快 他能溜的好快 啊 感觉算 感觉算拆塔最快的英雄了 没有之一 战狼是血量低的时候拆的才快 主要他那时候加攻是加被动伤害 船长也算一个 但是船长得会玩的人拆的才快 他会得会刷筒子才可以 好像别的英雄好像没有拆的特别快的 拿死了 涂涂孔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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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孔扣子 涂孔扣子 我的血手还没买 在我血手买了 封身也有盾 打不了 打不了 这波没有大 咱们越一下塔 可以打 我大块好了 我大块 我大块 好 我完了没把辅助给他秒了 把他秒了就好了 我再吸一口血开个大 这两个人都要死 我摸不到这个委员有点尴尬 得先杀他 把他短时间再买一下来 这辅助也是摩尔伤害的 可以了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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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打架的话完全在6打5你知道吧 他们刚才好多伤害给到分身去了 像小手这种被动的装备道具都可以分身触发的 木轮刚才就被秒了 木轮已经被秒三回了 你出半肉的话多出一些这种打特效的装备 有特效属性的装备分身收位会更高一点 你就真的是两个人了 咳咳 咳 这没过来的意思 这边有人要来 等一下了 不知道有没有影 算了 算了 不烂了 等一下 不是你哟 再靠近一点儿 我这打辅助都没关系 我这打辅助都没关系 怎么上海拳打到辅助身上了 不是打辅助身上 打到分身身上了 这个起来了太恶心了 你开大开个分身 你打不打我 你不打我就打你 你打我还有盾我还有灰血 我是硬砍着对面伤害把他们辅助给他直接杀了 这辅助死了我分身还没爆 他有什么缺手之类的全能享受的伤害差一点点 好吧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